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国这个时代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题目 实际上是一个大裂变时期的历史轨迹 实际上也是个文化轨迹 所谓大裂变 这个在《不言五》这个周末 周末风俗里面讲过这么几条 那么战国这个时代 应该说从我们个人来讲 我们研究我们做学问研究 就是包括做文学的研究 历史研究 从我个人来讲 我对这个时代 我从个人情感上是不喜欢的 可是这个时代又是充满了意思的 很有意思的一个时代 所以为什么不喜欢 因为它缺点我们人文的这种温情太少 有些历史学家 或者说有些搞历史 谈历史话题的一些人 就谈到说这是个黑漆漆的时代 黑漆漆的时代 是个物量的时代 就强调物质力量的时代 也是个功力的时代 说起来呢 我们在这个书里面讲到 刨顶解牛 把一个牛解剖的过程写成了 何以丧林之武乃众金手之辉 不知手之武之足之导之 可实际上最作为 这是解牛者 欣赏解牛 欣赏的态度看解牛者 可是我们要站在那个牛的身 那个角度来看 那是个骊骨的时代 骨肉相敌的一个时代 到处是鲜血 可是历史又是那么严肃 我们站在今天 我们民族非要走到这一天不行 实际上有的时候 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想 我们为什么非要走到这一步不行 我觉得在座里有学历史的 那这小女同学 可能还有学文学的 学古代史的 我们对我们的传统 对我们的民族 我们有兴趣的人 都会设想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时代 非要经历这样的时代 我觉得我们一切地研究我们的传统 如果我们多从这方面入手考虑 可能我们的学术 就不会 讲历史最怕顺着说 相怨打架 谁拳头硬 像个谁 黑个儿那一套 历史诚然是 是按照势力说话 黑漆漆的时代 但是历史的价值 确实可以逆向而动 所以这一段时间 我们是采取一种 逆向而动的思维方式 来检讨这个时代 来思考这个时代 所以说是一个 我们要寻找这种 大裂变的这种诡计 那么所谓的大裂变 胡言武说了这么多 实际上 顾先生还是从一种文明 文雅这个角度谈问题 这就涉及到了战国之前的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西周礼乐文明 以及它在春秋时期的延续 甚至是一种回光反照式的繁荣 那么我们今天 我们要说这大裂变 先要说就是它变了什么 所变的这个对象是什么 所变的这个对象 就是西周的礼乐文明 也就是顾先生所讲的这一套 当然还有其他内容 那么这个西周礼乐文明 是个什么样的文明 站在今天说 假如说有人问我 古罗马文明 希腊文明 古埃及文明 古巴比文明 古印度文明 和中国文明相对比 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句 去概括中国文明 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说 礼乐文明 这种礼乐文明 是西周奠定给我们的 尽管这个战国时期 实际上不喜欢它 不单包括我个人 可能在座的也有不喜欢它的 古人也有不喜欢它的 那么它终究是一个过渡时代 到了汉代以后 实际上人们在文明 在作为一个文明的这种建构方面 实际上我们又把 礼乐文明的很多精神要素 把它划成原则 划成追求的目标 又找寻回来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礼乐文明对一个民族的影响 是多么深切和广泛 几个例子说吧 当然这个例子未必准确 比如说在座的结婚 当然我结婚了 马老师也结婚了吧 反正假设到我们这个年龄 如果不结婚是反常 那么我们结婚绝对不会娶什么 我们绝对不会娶同性 这个同性不是说我姓李 我不和姓李的结婚 是我不会娶我们一个祖先下来的 假如你姓李 我知道你是我们一个李家 除了五福多少代了 我们还不会结婚 为什么这种习惯 应该是周人给我们确定的 所谓姬姓男女百世不婚 可是如果我们看周代以前的那个王朝 商王朝 你像朱丰汉先生研究商王朝 他说商朝的这种人群 有严重的封闭性特征 强烈的封闭特征 其中这个封闭性特征 就表现为在婚姻上内娶这种特征 什么叫内娶 当然有人说六世内娶 有人三世内娶 假如说是三世内娶 有些礼书里假如说殷伤吴大夫 宋吴大夫 因为三世内娶 三世内娶 如果我们这话理解一下 很牙称 爷爷是一世 爸爸是一世 我是一世 三世内娶 也就是说我这一世 我就可以娶一个爷爷下的女士结婚 我想在座的 我们听到这种婚姻状况 我们一定感到压沉 不好受 不得劲 我们是唐兄妹 怎么可以再一起睡觉生孩子呢 所以这个东西 到今天 我们还在延续着一种习惯 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延续着很多的东西 我们追寻追寻 实际上是追寻到那个特殊的时代 而这个特殊的时代 我们对它的认识 因为材料的限制 实际上 多多少少有点不太重视 就不像我们重视汉唐 那么重视 可实在说 那个时代 是造就了我们这个民族的 基本品行的一个时代 你比方说 我们当今的中国人 如果我们拿 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特点 现在正在开十八大 我们这个中国人民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我们这种无原则 无条件的爱国心 无条件的这种 最上级的那种 就是当然说的不好听 给点阳光就灿烂的这个镜头 实际上我们的改革开放 在多大的程度上 是有赖于我们中国人民的这种 这种忍耐性 这种 这种对上级 我们相信你 你就带着我们走 这种特点 这个特点 如果我们追寻起来 它实际上可以从封建制获得理解 在诗经里边 我是做诗经学习 诗经学习了多少年 当然学习的成绩不一定好 在诗经里边 我最近在读诗经 我们发现其中有三重和谐 其中有一个 就是上下之间的关系 上下之间的关系 我们几个最浅进的例子 就是孔子生孩子的时候 二十几岁生他儿子的时候 有一种说法 孔子家瑜里说 鲁少公送给了他一条鱼 我们知道养孩子 养个孩子 生他容易 给他起个名很难 说这孩子叫什么 这家长特别费抽搐 这个时候 大概孔夫子也遇到这个难题 说叫什么呢 这个孩子 正好送了一条鲤鱼 于是叫他儿子 李 孔黎 诸位 这个材料我最近还在看 有人不相信 他不可能啊 说孔子23岁国家君主 就给他一条鱼吗 可能 这种情形可能 为什么可能 大家读有一段文字 我们都能够耳熟能详 就是十年春 其时八五 宫将战 曹贵请县 然后其乡人曰 肉食者谋之又何见也 注意曹贵何学人也 由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 连吃肉都困难 也表明它是一个平 中下阶层 可是这个中下阶层 他说我有肉食者比 未能远眸 言外之意 我有远眸要跟君主讲 注意 他有远眸 他就可以见了君主 而且君主居然可以坐下来 听他谈话 这个情形是不太可以想见的 天安门有个城楼子 天安门城楼子干什么呢 其中有一个功能 就是太监们 从那个城楼子上 弄个篮子 放下来 你不有意见吗 放到篮子里边 拿回去 倾听民意 后来的王朝 包括我们的后来的三朝体制 天安门城 天安门整个的这个 从五门 从正阳门开始 一直到后宫 实际上是这个三朝体制 外朝 中朝 内朝 三朝体制 不断的出现门 等等 这个体制实际上 它是延续了周代体制 三朝制 其中到了五门 很奇怪 怎么五门本来是进攻了 怎么还有东西马路可以走呢 现在打车 我们要到王府井去 还可以从那打车过 注意 这就是古代的特点 因为那是大外朝和中朝之间的一个界限 这个地方要悬化政令 可以有买卖人 民众可以在那自由活动 这说什么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建筑 实际上是延续了周代的一种延续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 在古代 它是个赝品 因为古代这种军民关系 到了后代紫禁城 紫禁城 大圈圈套小圈圈 游龙西风里边的皇帝不说吗 我住在 住在有个地方 大圈圈套小圈圈 小圈圈套黄圈圈 就是那个 武宗的小皇帝 有个忙吗 他讲这个 实际上是个赝品 自尽称自尽称 留着一些样子 还有我们长举的一个例子 我们读这个作品 在寻子之前的儒家 他强调君和民 我们可以称它为一种同体主义 他把君民关系比喻作身体和心脏大脑 这个在孟子以前的比喻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都很熟悉的 过了若干年以后 到了孟子之后的荀子 又提出一个新的君民关系的比喻 是什么 就是周和水 实际上这两个比喻貌似很亲切 但实际上不同 周离了水 赵氏州 过去不有一个人熬陆地荡州吗 我们中国人形容大利器 形容大利势 我们怎么形容它 形容它是可以陆地划船 陆地划船 我们今天汉船 我们那个鞋是有咕噜的 古代那个船在陆地上划 不大力气 州离了水 水离了州 照样不至于有性命之余 可是四肢离了心脏 心脏离了四肢 我们可以说 没有满街的跑 不带心脏的四肢 也没有满街跑 不带四肢的心脏 不带四肢的心脏 是卖下水的 可能带着 所以这个情形 我们这两重比喻 告诉我们什么 时代不同 在孟子以前的儒家的国家体系 和孟子之后 荀子那个时代的国家 这个军民关系 发生了很大的差异 这实际上与封建制有关 封建制 我们研究西州封建制 我们不可以把它等同于郡县制 郡县制没有造就民族性格 但是封建制 因为它正好是我们这个民族形成旗 所以它形成了民族的基本性格 这个性格的基礼是什么呢 周代 西州崛起 战胜殷商 这个 我如果我们具体的去了解 战胜了殷商的那个王朝的周人 有多少人呢 按照古代武家出一兵反推 周五王是带了三千虎奔之士 打了一个指导敌朝 单刀 单刀直入的一种方式 把这两口子 缺德的两口子灭掉了 然后再安定全国 那个时候 三千人 三千人反推 武家出一兵了 三千人反推 一万五千户人家 一万五千户人家 我们给他算六七口 不用后来的五口之家诸位 学历 我们中国后来古代称的五口之家 往往是不符合我们的实际的 那是个税收单位 是政府理想出来的 理想的一个单位 政府当他算计今年的税收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按着五口之家去想 实际上 在孟子还在周理里面讲 古代先秦人的时候 总是七口六口 八口就很少 那么好 我们就按七口算 七乘以一万五 五七三十五 是十万零点 也就是说 周家他的直属人群 他只有十万人 烟商人有多少 保守都说在百万之中 另外 一个陕西省这么一片人 渭水流域的一片人 他要统治的是黄河流域 江汉流域 甚至辽河流域 这个时候怎么办 他必须化正为零 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局面 所以西州的封建制 跟西欧的封建制的差异 这就出现了 我们看封建制 我们北京 看了吗 我们今天建都 明朝 中原王朝 明朝从这建都 注意这是个什么体制 这是个战争体制 举国体制 为什么 因为这最重 成为当时民族交汇最重要的点 所以我把朝廷压在这 举全国之力 所以危险 怎么危险 明代的英宗就被 就被野先部落 瓦剌部落抓获 那么举国体制的一个特点 就是亚宝式的 全部压在这 所以这 是一个交汇地点 像东北西北 像居庸关这种关 居庸关 起风口 山海关 这边是紫禁关 养子关 这个在汉代 不叫这个名字 但是这些关口 都是汉代 经营西北的腰眼 腰眼 过去会有一个孙继海 踢后腰 踢足球 就是那个后卫 那个部分 它是着力点 所以这些东西 然后再往南走 再往南走在哪 封一个行国 现在看了 封行国的时候 还搭着 像买白鼠一样 大白鼠搭个小白鼠 还封了个底国 这是新出土的契物讲的 底猴 底猴跟这行猴一块 抗击北来的戎敌 这个契物是西楼中期 早中期之际的 也就是说在形台 又建了一个国家 就是行国 这个行国 看了吗 它是地方的太阳山 西侧的这个戎 大家如果了解 现代地 石队庄有一个地方 叫井行县 井行县 当年 韩信出井行 下河北拼三起 在这 设了一个防御体系 在燕国设一个防御体系 然后沿着黄河流域 沿着山东地区 从中是什么 战略要地 建立什么 建立据点 多多少少 有点像日本人 进入到中国以后 就从北京移住到宝定 站下去了 至于广大两类乡村 他顾不上 这里边 这就涉及到 这个体制是什么 这叫以国同野 野外 非陕西人 本地人 北京人 当对土著北京人 可是在这 燕国建立 刘立和燕国建立的 那个少工的家族 他的那个最早的 这个君主叫克 却是陕西人 当然柴米油盐 酱酥茶 开门七件事 那么这些陕西人 他又要带着什么 带着一些他的随从 老妈子 等等 都要带着 其中有一部分人 就是什么 殷商人里边那些手艺 大家看看 左传里边记载 定宫四年 记载 祝陀 讲当年周冲封建的时候 给了 鲁国 殷民六族 给了 给了康书 七族 给了什么 怀宗九姓 给什么 给唐书 这些人 有一部分 叫长硕士 尾硕士 长硕士 尾硕士 就是长烧士 短烧士 什么意思 就是造马勺 有造大马勺的 有造小马勺的 还有造锅的 等等 这些人 分出去了 所以这个国里边 住的是什么人 国里边住的就是 周人和他的下属 那么这些下属人员 他们 注意 他们跟 都是周初带过来的 都住在国里边 都是我们要 以来的这批人 所以在史书上就记载 像鲁国 周人立社 也给这些殷商人立社 地位虽然说不是那么平等 但是不能恶待它 由此 形成了一种状况 就是这种国的状况 跟广大的野 我们知道山东这个地区 现在考古学发现 从今天山东藤县 有所谓北新文化 北新文化进入琉林期 琉林期进入到大沫口时期 大沫口进入到龙山时期 后来发展到粤石文化 就是石感当 崇拜石感当 这个它是一层一层一层 马上的上来的 而且这个地区的文化的完整性 在商朝滅国之前 始终是自我发展 东方文化 考古也正名 恰恰在西周时期 大量的西部的文明要素 贯注到东方 这恰恰是分封制 想一条 想一个什么 像一次黄河改道一样 带了大量的衣沙 把当时的什么 那种地貌特征改变了 这是那场洪流 我们要看 你一个国家 建一个周代的一个机性国家 在曲腐建一个国家 注意 你如果内部不团结 内部不送点东西 送条鱼 你怎么能够 拉拢住下跌的人 那么怎么又可以 一颗菜的 一个城里 一颗菜的统治 广大的山东土著 民族的性格 在这儿 初步的造就了 几百年 为什么 不能搞阶级斗争 有等级 没问题 但是 如果再搞阶级斗争 再诞生阶级意识 别过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中国是个单线索社会 这个话也没人这么提 我讲座也没敢这么讲 单线索社会 是因为我们周代 形成的这种地貌特征 所决定的 你像罗马城 我们都有一句老话 叫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它也没有这样一次 封建体制占领要地的 这样一个背景特征 所以呢 罗马城慢慢累积 罗马的贵族 罗马这个人 有人说是特罗伊的战俘们 流亡到这儿 总之是这一群人 站在这个地方 可是呢 你站 别人也站 于是 大家都聚集在这个要地 共同生活 可是罗马人最终掌了权 他们是贵族 其他人变成了贫民 所以在罗马社会 贵族 我们不要以为贵族 都是一些老板肠肥的 有些人 我是罗马人 我有公民权 我有投票权 我有当兵的权 这就是贵族 我没有这个权 我就是贫民 所以这两个人 在共建罗马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贵族离不了这些平民 于是这些平民 就利用了这一点 展开了积极斗争 这是西方文明 我们称这个社会 可以称双线所发展 所以平民 可以设立自己的保民官 可以逐渐逐渐 最后拿个小板凳 坐到议会里面去 坐到元老院里面去 平民 保民官一开始 要穿不同的颜色的衣服 不能跟贵族平起平坐的 虽然你是保民官 但是 你像有一次 罗马帝国 罗马的贵族要战斗 于是怎么样 罗马的平民撤出 你们不是你们贵族厉害吗 老子不侧候你们了 走了 没办法 罗马的贵族 又把他们请回来 请回来以后 要给相当的政治权 所以阶级斗争这个事情 在罗马的确是存在着 而且是作为一个 带领历史进步的势力存在着 可是在西州 不存在着一个情形 如果州人内部在斗 就完了 恰恰相反 他还要跟这些土著居民 千方百计 要取得和谐 他才能够达至 他长治久安的一个特点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 第一重的和谐就是上下之间要和谐 所以《诗经》里边 艳影诗篇特别多 艳影诗篇特别多 艳影诗啊 跟我们今天艳影不一样 我们今天比如说我求谁办点事 我出钱掏你吃饭 但是在古代 谁有钱谁 谁官大 谁势力大 我是贵族 我就天经地义的必须要施舍 所以《诗经》里有一首诗 叫《伐木》 伐木正正要名英英 出自幽谷 欠于乔木 应其名以求其有圣 沈宜一人不求有圣 甚至听之中和且平 好诗啊 你听听 伐木 蒸 蒸 它不是伐木当当 伐木咔咔 咔咔是破坏 当当是攻击的 蒸 蒸 它就形成了自然的一个和谐的音 然后鸟鸣 鹰鹰 注意啊 这个你知道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 我总想到一个俄罗斯电影 苏联电影叫《这儿的黎明静悄悄》 大片森林里边 一边英语的女孩子们 很美好 蒸蒸地响 于是这个声音 激起了鸟的迁移 鸟就从幽谷里 成细的就飞上了什么 飞上了桥木 注意诗人都是 会善于地听大自然的 所以他说 你看 鸟飞翔的时候 呼蓬引班 我们人类不呼蓬引班吗 一个比性之词 一个抒情之词 这首诗完全可以单独拿出来 作为一首抒情诗来看 一点也不古臀 这样 非常得清明可人的 建于小雅 感谢观看